好 觀眾朋友 每天晚上7點45分到50分 準時會帶大家來關心明天的天氣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的天氣 從今天來關心明天 今天受到了一波一波華南雲水氣的影響 你可以看到整個中部以北東半部地區 都有降雨的狀況 這樣的動態累積雨量圖 應該帶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雖然有雨 但是雨量累積沒有到非常的多 普遍在10到15毫米左右 其實雨量比較多的地方 比較集中在台東的沿海成功鎮這邊 雨量比較多來到了35毫米 也不是非常可怕的數字 今天雨雖然沒那麼多 但是雲層明顯變多了 這影響到中部以北東半部地區白天的高溫 我們先來看到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溫 你可以看到整個台中以北 還有東半部地區 普遍的高溫大約就是落在17到22、23度左右 但是北台灣的觀眾朋友可能覺得 昨天就已經蠻冷 今天就是差不多冷 但是中台灣的觀眾朋友應該明顯感覺到今天轉涼了 昨天台中市大約還有25到27度的高溫 今天一口氣只剩下22度左右 但是今天南台灣一樣 部分地區還是站上了31度以上的高溫 雖然南部中午這麼的熱 但是清晨溫度還是很低 所以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還是要留意一下日夜溫差 尤其南台灣 我們來看到今天嘉義清晨的低溫就只有16.1度 而整個台中以北落在11、11到13度左右的一個溫度 而宜蘭的部分在14.3度 今天全台最低溫還是在連江9.2度的低溫 那今天晚上一路到明天 隨著水氣逐漸的減少之下 您可以看到水氣一少有兩個狀況會出現 那就是雨停了 雲層也會變少了 所以明天全台各地 渴望可以看到陽光白天的感覺會比較溫暖一些 但是夜晚清晨的低溫還會持續的下添 相署針對了全台 一共是4個縣市發布了黃色的低溫燈號 這些縣市局部地區可能會出現10度左右 甚至是10度以下的低溫 提醒您就要特別留意 姐姐明天各地的溫度要提供給您 北部地區明天可以看到陽光 但是一整天的感受還是比較偏涼一些 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請到多雲的好天氣留意清晨低溫 南台灣的部分高屏地區要留意空氣品質 東半部地區明天清晨的溫度只有11到14度 離島地區的觀眾朋友 明天清晨的溫度11到18度 以上就是姐姐的氣象 大載淨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請結束